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先念开经记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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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意 佛说大成无量寿 庄严清净平等绝经 发大寺院第六 诸位法师 大德同修吉祥 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 第四十二院 策照十方院 在讲记 这个经文是两百四十二页 我们先念一下 我作佛时 所居佛差 广博严静 光影如镜 彻照十方 无量无数 不可思议 诸佛世界 众生读者 生稀有心 若不遏者 不取正觉 这些愿文 都在叙述 极乐世界 依报的庄严 像 广博严静 广是广大 严是庄严 静 静是洁净 其实就是现在讲的 非常美好 美好到极处 但是 这环境是一报 随着我们正报转 所以师长开示 这么庄严的净土 是从 清静心中 流露出来的 变现出来的 我们很熟悉 论语的一句话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所以极乐世界的庄严 根本还在 阿弥陀佛的 真心 清静心 以及所有往生 诸上善人的 清静心 我们 看一切事物 都能知其所以然 那这样看事情 就能看到根本 入目三分 不是只有看到表面而已 就像老人家讲到 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环保问题 要看到根源 根源是人心染污了 尤其是被自私自地染污了 所以才会去破坏环境 所以我们看 环保的议题 强调了那么多年 环境是在恶化中 还是在改善中 所以解决问题 你从症状节 还是从根本节 症状节 只能把症状去掉了 你一把症状去掉 没有多久 这个症状又现前了 从我们的身体 比方说得癌症 你把癌切掉了 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乱吃 熬夜 这些造成癌症的根源问题 没有去对治 只是症状把它切掉了 可能很快 现在这个癌症又要现前了 而且你切掉 对身体有副作用 有损害了 所以老人家透过这一段经文 让我们知道 医报随着正报转 环境是医报 随着我们的心转 身体是医报 也随着我们的心转 一切法从心降生 明白这个道理 理得心安 知道根源问题在哪 从根本下功夫 问题就能慢慢解决了 所以我们上一次是探讨到251页 师长是强调 第一行 佛心菩萨心 就是没有分别执着 所以心与尽虚空 变法界相应 我们起心动念 有分别有执着 所以心量很小 不能容忍 而且我们很不容易 察觉自己的过失 别人的过失 很容易看出来 俗话说 当局者迷 自己看不到 旁观者清 自己的看不出来 原因在什么地方 又找原因了 从果推因 处处六根 往外跑 不晓得往内 我们眼耳鼻舌生意 往外 就拙在外相 一拙相 很容易动心 来拙这个相 喜欢讨厌都是动心 动了心就很容易生烦恼了 这个爱真心就起来了 不晓得往内 佛法是内学 总觉得别人的不是 没有回过头来看看自己 是不是 能回光返照 这个人就是觉悟的人 所以我们觉悟 首先做一个转变 不一直向外 要向内 反省观照 真指说 无日三省无身 这个都是反观制造 师长这里进一步说 别人不能接受我 不能容纳我 好像人家都瞧不起我 供高我慢对我 殊不知 回光一反照 原来自己跟他没有两样 但是并不觉得 自己没有把别人看在眼里 反而说 人家没把我看在眼里 那诸位要冷静去想想 就会知道 所以会修行的人 像《华言经》的末会 末会 因为《华言经》是依信解行正 这个次第 到最后是正的部分 行之后就是正 善财同子 五十三餐 善财同子怎么样学习呢 善财同子是末后表演 五十三餐 餐了五十三位善之士 而且是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都有 这个也表示 菩萨道在哪呢 各行各业都有 而且他一参了一个善之士 境界就向上提升 最后 参到最后 普贤菩萨 最后也是圆臣佛道 所以善财同子 是当生成就的榜样 那我们的目标 我们应该很清楚 人假论目标不清楚 那你每天往哪里在走 那就不知道了 你目标很清楚 你走的每一步非常踏实 非常心安 假如你没有目标 会浑浑噩噩 过一天算一天 或者你目标 不确定正不正确 你心里也会惶恐不安 所以目标要正确 要明确 心能够定下来 尤其是知道 我的起心动念 一言一行 都让我离目标 都让我离目标 越来越近了 那这个心就很安了 好 因为我们一般静中学人 都会说到我要去极乐世界 那去极乐世界 就是当身成佛 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我们得观照观照 我们现在的样子 像不像当身要成佛了 不会一个人烦恼重生 苦得要死 突然间成佛了 这个那就变成四川变脸了 应该没有变这么快 修行是有一个过程的 深处转熟 熟处转身 它不会瞬间就变了 所以现在假如有人告诉你 可以即刻成佛 它一定是邪师 你不要被它骗了 但是我们现在就喜欢 那种快速的 连生病的都是 来来给我一铁药 让我马上治好 那个不自然 可是这个邪的人 抓住我们 急于求成的心 来骗我们 还有不负责任的心 把身体搞成这样了 也不检讨 然后就想着 赶快一铁药就好了 那善财童子 就是当身成就的榜样 所以我们要像善财童子 就像一个当身要成佛的样子 所以佛经上的这些表法 我们得要能够懂得那个表法 然后自己好好去效法 老和尚讲经常常讲到 佛菩萨 甚至于是护法神的表法 我们入三门 都在给我们说法 你看那个三门 你要进去 叫入不恶法门 不恶就是不要分别 提醒我们不分别 才能不恶 另外一面写着 回头是安 让我们赶快回头 回光返照 刚刚有同修 提到了 怎么解释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从理上讲 怎么成佛 你把起心动念放下 你就成佛了 理上 这个放下屠刀 这个屠刀就是 你把分别执着 乃至于起心动念 都放下了 那我们历史当中 有榜样 六祖慧能大师 听五祖 讲金刚经 还没到一半 那时间我看也就两个多小时 他在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他开悟了 因无所住 那就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起心动念 他就入了法身的境界了 那就是法身佛 清净法身佛 所以他就立地成佛了 可是六祖大师 他上上根仁 而且他过去身 已经修得积累的 根性很高了 所以理上讲得通 事上理有顿悟 事要见修 大家要知道 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的众生 我们的根性 不要说跟一千年前的人比 大家看一看 我们看我们的上两代 再看我们的下两代 你看末法退得快不快 可是你在末法当中 你都用可以即刻成佛 来跟众生讲 根本不计他的根性 而且这个可能都带了明文力 因为他求快 你就用这个方法来吸引他 这不妥当的 气力还要气积 气众生的根性 他才能得力 我记得有一个叫清海无上师 他就是强调即刻成佛 大家有判断力 一个人自身无上师 这个人有没有问题 无上师是佛 佛已经讲了 下一尊佛什么时候来 弥勒菩萨成佛 五亿七千六百万年 那可以算 这个滔力天四千岁 滔力天一天 是我们的四百年 四百乘以三百六 再乘以四千 所以在弥勒菩萨来以前 哪个人说我是哪尊佛 哪尊佛 你小心一点 那跟佛经讲的不一样 而且佛门有一个规矩 再来人配合的 配合度众生的 身份一暴露就走了 大家有说我是观世音菩萨化身 你看他明天走不走 没走他骗你 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如横河沙 这个我们要小心 要自己有判断力 好 所以 你看夏年居老居士讲 这个修行就是身处令俗 俗处令身 但得一念俗 其余自然生 一句阿弥陀佛念得俗了 其他的妄想分别执着 慢慢就陌生了 那我请问大家 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一生 就俗了 就不会忘了 连海贤老阿弥陀都说 这一句佛号不是一下子就念成的啦 最少也要三五年下顿功夫啊 老实念佛啊 若要功夫身 铁楚磨成绣花针 要担直老实念 不要问如何啊 因为这些道理啊 净读法门是 唯佛与佛 乃能知啊 你先相信佛不会骗我们 再慢慢听经啊 了解这个法门的殊胜 只贵愿力强 只住妄念的最重要的 真性窃愿 求生净主 而且是真要出轮回 不再搞轮回了 下这个坚定的志向 这是窃愿啊 净缘无好丑啊 佛号亦少过 顺敬阿弥陀佛不要起贪爱 逆敬阿弥陀佛不要起诚慧 那句句念人真 每一句从真实心中念出来 决定出说佛了 这一生一定可以往生成佛了 好 那我们当生成就啊 那是正住双修 正修是念佛 住修断恶修善积功累得 哇 那积功累得啊 那要清净心哦 要真心哦 才能积功累得 烦恼心积不了功 累不了得 而且还会轮回心 造轮回业 所以一念之间差别很大 用真诚清净 平等正觉慈悲 那生活是功德 工作是功德 应酬是功德 因为你用真心啊 处世待人皆悟 通通都是功德 我们就以海贤老和尚为榜样 请问他的工作是什么 种田 你看他佛号没有中断 而且他种田 很多粮食 去供养贫穷的人 这普贤行啊 这是功德 广修供养 尤其遇到灾害的时候 好多人吃不上东西 救火了好多人命 所以我们行菩萨道 没有离开我们的工作 各行各业 都是以服务为目的 你真心去服务众生 你的工作就是功德 最近也遇到企业家有说了 好像全球的经济局面 比较不是那么好 那我们看到外在的局势 我们刚刚说了 你六根往外跑 比方说我们看到经济局势 着了向开始担心了 着向就很容易生烦恼了 我们往内一切福田 不理方寸 当然理得心才能安 你明白了 命由我做 福自己求 就不会因为外在的形式 就让自己担忧了 也不会因为领导 看我顺不顺眼 我就开始担忧了 因为一切福田是你自己创造的 福田靠心根 这个领导对你态度不好 你能包容 你还是一样很敬忠 直守 那你这个辅修的更大 功德更大 这个是李秉兰老师说的 困难越大 功德越大 欢迎困难 甚至是领导同仁 误会你 毁谤你 你没有生烦恼 你没有跟他对立 你包容 这个了凡世迅说 这个人之无过就 横批恶明者 子孙往往奏罚 那这个人家来毁谤五路 送福报给后代 也给自己 所以外在的境界不好 你还是用真心 这个福会增长 静缘没有好丑 用对心 事事是好事 人人是好人 你看刚刚毁谤五路自己的 送福报给自己跟后代子孙 那他也是好人 都是来成就自己的 那我们假如觉得 一切人事物都是来成就自己的 那这个日子就好过了 法喜充满了 这个就是善财同仁 表演给我们看的 你看这里讲到 拿六层境界 那这个六层境界 包含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 当一面镜子照自己 所以他一生圆满成功 看别人想自己 看外面境界想自己 回光返照 照自己 所以他没有别的本事 本事就在此 我们谈到这里了 我们想起老和尚的一段法语 我们提起这段法语 对刚刚善财同子这一段 体会就更深了 处逆境 随二元 逆境二元 逆境是人事环境 逆境是物质环境 二元是人事环境 无称惠 没有生机 业障竟消 所以逆境二元帮我们消业障 随顺境 随顺境 处善缘 无贪吃 没有贪心 没有愚吃 福会权限 我们看一个人 福报现前了 不起贪心 不想吃福 你看范宗淹先生 做到负宰相 那个收入很高 他没有糊涂 他说了 告诉他的孩子 这是我们范家主上的福报 刚好到我这一代现前了 我得代表祖先把所有的族人照顾好 你看他不愚痴 他知道因果 他不起贪心 也不溺爱自己的孩子 你看他的德行提升那么快 而且你看他的福报 他自己说了 亲因大辟 他们家门前种了两棵松树 写着对联 希望自己辟应千年之后的子孙 其余千年 易经说的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他这个辅修大了 我们现在认识兄朋友 请问您贵姓 我姓范 我马上立正 肃然起敬 请问您是范文正宫 哪一代子孙 你们应该有这个经验吧 一遇到 你贵姓 我姓孔 孔子的后代 因为我们都受了 孔子跟范公的教化 都赶他们的恩德 不仅不能欺负他们后代 还要好好爱护 报这个恩 谁顺境处善缘 无贪吃 福慧权限 就像我们财神也犯离 桃朱公 三聚财 三善财 都没有迷糊 好 那老人家这两句 那就代表 顺境逆境善缘恶缘 都是帮我们提升的 来消除业障 扶惠增长 那我们就世事无碍 外在的境界障碍不了我们 我们用对心 一切人是善之事的 一切境界是善之事的 一切境界是善之事的 不能接受我 瞧不起我 我认识一个 从军的朋友 他一当主管 当军官 常常抱怨 下属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很难得 我们跟他交流了 一抱随着正抱转 你先从你自己改起 先不要指责下属 你自己先改正自己 后来他改正自己 他的下属也跟着变化了 所以他回过头来 先要求自己 不是要求指责别人 这里面就有因果 爱人者 人恒爱之 敬人者 人恒敬之 你爱敬下属是因 得到下属的爱敬是果 我们今天指责对方是因 敢来对方的指责是果 所有的事没有离开因果 两个字 可是回头不容易 因为太习惯往外了 我曾经观察 这个团体里面 比方说这个领导 太强势了 他底下一定怨声载道 这个领导脾气太大了 结果后来因缘变了 这个领导掉走了 从团体里面 起来一位领导 结果这个领导 比掉走的这个还强势 而他本来在底下的时候 在那里抱怨 这个领导真强势 结果自己升上来了 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我们在抱怨别人的时候 有可能哪一天 我们在那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可能还超过他了 所以要能内省了 我们才能得到启示 见仁恶及内省 有则改无加紧 你看到的是不好的榜样 你不要对立指责 那就烦恼做主 见仁恶 能内省 自己也在这个境界当中提升 其实这一句也就是五十三餐的精神 这也是依据孔子的教诲 三人行必由我施焉 那见仁善及时起 那我们假如这一句教诲 每一天都在落实 我们每一天都有进步 那请问大家 每天都有进步 那一年进步明不明显 铁定亲戚朋友 半年没看到我们 现在这个中秋节 九月份就到了 下个月就到了 你亲戚朋友一看到你 你变了 你的气质变好了 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进步 铁定几个月见到亲戚朋友 人家一定会说你变了 大家这两三年 见到亲戚朋友 亲戚朋友没有说你变了 读书贵在变化气质 假如学了好多年了 见到亲戚朋友 好像都没有说你变了 说到这里我就很惭愧了 最近遇到人都是跟我说你瘦了 没有跟我说你变了 偶尔还有听到 法师你好像都没怎么变了 看起来还是很年轻了 我得看看是不是疤疯来了 是不是在给我讲好听话 还是在鼓励我 这个自己也要关照清楚 相由新生 这个相也是呈现我们新的状态 所以真的落实经教了 心境一定会提升 虽然这一句见仁善即师即 众去远以见机 见仁恶即内省 有则改吴家景 我们都很熟了 可是真的要落实得下功夫 首先你得放下习气才落实得了 比方说见仁善得要放下嫉妒心 这一句才落实得了 不然看到人家好 还有点酸酸的 心里还想运气好而已 有什么了不起 那心里还在造业 那见仁恶呢 还要放下这种指责 对立的情绪 才能内省 所以我们立的决心 当身要成佛 那我们从听了老哈上讲五十三餐 我们就要效法善才童子了 刚刚说三门都是在启发我们 入不恶法门 佛法跟生活不能分开 跟工作处世待人不能分开 那就是饿了 今天在佛堂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叫念佛 去做事的就不叫念佛了 那不就饿了 所以老哈上说念是精心叫念 心上真有佛叫念佛 所以我们用真心去处世待人皆物 那多叫念佛了 佛就是真心就是觉心觉悟 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 那在佛堂念阿弥陀佛是念佛 在煮菜给家里的人吃 也是念佛也是念佛 真心去煮的 用普贤形的心境去煮的 今天可以供养好几尊佛 那生活都是念佛了 这样才是不恶法门 我们不这样去用功 那我们分别的念头 就在遇到每个人每个事 每个物当中在增长 学习是不净则退佛 我们要在境界当中练不分别 才会向上提升 所以怎么练呢 每天给最讨厌的人回向 祝福他往生极乐世界 你这个平等心这么练就快了 从最难处下功夫 我看到他的表情好像考虑考虑 有考虑就很好了 包含你看我们进了第一个建筑物 天王殿 首先是布袋和尚给我们表法 他老人家一直坐在那挺辛苦的 迎接我们 不能让他老人家白辛苦了 笑口常开 给我们上第一堂课 第一位教授 大度能容 我们上完这个课了 这没人给我们发考试卷了 上完课自己做的 我的肚子有没有变大了 不是着相 食指上肚量有没有变大了 不要去吃撑了 想一想还有没有不能包容的人 真的还有啊 赶快列在回向名单上 那天遇到一个高中校长 回向要回向多久呢 二十多分钟 我对他肃然起敬 他学生六千多人 哪个学生有什么情况 他都列入他的回向名单 他说真有效果 他诚心有感通 而且他总结了一个很重要的点 他说假如这个学生 他说真严重到忧郁症 给他回向 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 这个忧郁症是心病 心病你不能积积积积到都呈现忧郁症 这就比较不容易处理了 当然还是可以处理了 就好像说这个是身体 心理是这样 身体呢 你还没有形成肿块 形成癌变了 那比较容易调理回来 到形成癌细胞了 甚至扩散了 就比较不好调整了 所以什么事情呢 都有十节因缘 要赶紧掌握十节因缘 就像业力 他还没有形成定业 好转 形成定业 佛都转不了 你看释迦族要被灭族了 他那个业报已经形成了 就不好化解了 所以我们爱护自己 爱护亲戚朋友 同仁 甚至于我们在学校服务 这些孩子们 我们都要有很敏略的观照 观察能力 你要护念自己 没有起来的习气 不要让它起来 这就是事正情 未生恶令不生 以身恶要赶快把它改掉 你不能让这个恶做大起来 你都恶止不了它就麻烦了 所以现在感觉自己手机快上瘾了 赶快要对峙了 不能到上瘾了就麻烦了 爱护自己要很敏锐 还有爱护别人要洞察极先 防伪度鉴 人的心清静下来 观照自己跟观照别人就缅锐了 每天心浮气躁就不容易了 所以 这个谁忙谁闲 不离弥陀名号 你忙的时候心不能跟着急躁起来 事情可以多 心上要有佛号 心比较定 而且说实在的事情多了 你心没有定 没有念佛 可能事情处理就不是太妥当 太圆满 后面还得收拾 这样你就会越活越累 家庭里面的问题没有处理好 因为起情绪了 浮躁了 不定了 那就恶性循环 工作也恶性循环 当然越活 身心越疲累了 所以黄念老为什么说要把念佛摆第一 你重视念佛 佛号多 妄念少 心就定 就能处理好事情 所以念佛跟做事是一不是二 念佛用这颗心 做事也用这颗心 我们老实认真念佛 心定了 就帮助我们把事做得更好 这个是分不开的 好 所以这个布袋和尚 弥勒菩萨给我们上的课 我们一定要答卷要过关 没有不能包容的人 然后要笑口藏开 面上无称共养剧 笑脸迎人就是普贤行 广修共养 再来天王 东方吃过天王 拿着琵琶 提醒我们不要过也不要不挤 不容易 我们从心缘引微处 观照自己的心念 很容易要不太过了 你看管孩子管得太严了 一下子 好 我都不要管了 都在过于不挤当中摇摆了 我们现在要忠道 示忠 忠道在哪 你每个静缘要寻忠道 比方说 刚好你这一两天工作比较轻松 那你闲时要 闲时要忙 你比较轻松 你不能就很放逸了 比较轻松 比较轻松 稍微规划规划 有一些事情可以先做 那你就都很聪拢 稍微工作没有那么紧 就很放逸 结果日子就戳头过去了 然后又开始临时抱佛脚了 常常都是要不太放逸了 要不就紧张得不得了 所以身心耗损 所以闲时要忙 忙时要闲 你工作多的时候 心不能跟着杂乱起来 要安定 包含每一天要吃东西 你不能吃太饱 你也不能吃太少 都要适中 你看我们在冷气房里面 穿多了不行 穿少了也不行 都要很敏锐 适中的状况 下一段师长说了 我们的心往外跑 不知道回来 一部《论言经》 教我们修行的秘诀 就是回头 所以佛门一般寺院的三门 背后常常写着回头是岸 你看古人也是拿着如意 那个如意也是回首如意 几个人肯回头 所以那一句话用意很深 在哪里回头 在哪里回头 念念回头 尤其在向外指责别人 赶快回头 古人留了两句话提醒我们 各相折 我们都指责别人 有一个说法 一个手指头指别人 三个手指头指自己 各相折 天翻地覆 互相指责 可能我们会想 他太离谱了 他错的那么多 请问我们有没有责任 有没有错 假如我们也有错 那他错八分 我错两分 那你指责他八分 他铁定指责你两分 天翻地覆 天翻地覆 可是假如我们往内 各自责天青地牛 我们一往内反省了 反省我这两分 请问那个错八分的人 会怎么样 他马上 是我错的多 是我不对 你把他的善根唤醒了 每个人心里有一把蹭 他知道自己不对 可是他面子还放不下 你一直惹他 他恼羞成怒了 所以老祖宗留着两句话 我们得用心去体会 得过天青地牛的日子 这两句话 我当初就听了一个故事 印象蛮深刻的 我记得是个湖南 河南老乡讲的故事 他就有两对夫妻住对门 一对呢 小草天天有 大草三六九 他吵习惯了 吵到今天觉得好像少了啥事 今天还没吵架了 吵习惯了也不好 可是另外对门的夫妻呢 人家相敬如兵 非常和和 当然每天吵着呢 他也不想这样 有一天就去请教对门的这一位太太 两位太太见面了 他就请教对方了 你们夫妻是怎么相处的 可以相处得这么融洽 对方就说了 你们家都是好人 我们家都是坏人 他一天懵了 我们家都是好人 每天吵 你们家都是坏人 这么和气 你是不是在讽刺我 对方看他的眼神呢 好像没有领会到 马上给他 for example 具体说明 举例说明 比方说今天 我先生回来了 我给他倒了一杯 大红袍 我现在人在福建 就地取材 到了一杯大红袍 结果先生回来 可能西装 不小心脱过去 把茶给弄倒了 我一看 先生对不起 对不起 我赶快拿抹布 擦一擦 抱歉 抱歉 我没有把这个茶放好 这个先生一听 太太对不起 是我不好 把你的好意搞砸了 这两个夫妻在那里 互相道歉 在那里抢那一块布 来来来我来擦 我来擦 这是我们家 这是我们家 一发生情况 都认错 所以都是坏人 同样可能这个情景 在你们家 你先生把这个茶 翻了 你一看 你走路不长眼睛 要喝自己去泡 你先生一听 被你的火气点燃了 你这个女人放杯茶都不会 你还能干什么 各乡者 一点小事都能起火 所以很可能那个闹离婚的 到了那个办事处了 这个办事的人也说 你们为什么要离婚呢 两个人互相看一看 对哦 我们是因为什么吵架了 可能几个月前因为什么吵架 都想不起来了 但是这一口气咽不下去了 所以这个古人 各智者天清地灵 各乡者天翻地覆 你看一念之间 这个家庭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 天壤之别 所以这个尤其我们现在 接触到很多孩子 甚至于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心里都有不少烦恼情绪 你看他的脸都不怎么笑得出来 那么年轻 那么小的年龄 一了解有果必有因 父母相处不容价 一点一滴 这些富的能量就积在他的心里面 所以我记得 所以我记得 刚开始接触老汉奖经 老人家是有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代 而且老人家有因缘 有福报 到了他姑妈家 他姑妈是大家族 可能有上百人住在一起 老人家就提到了 所有的成年人都有一个态度 不给孩子不好的影响 要动情绪了 小孩子在都克制 这个叫慈爱 父慈子孝 父母的慈爱表现在哪 处处替孩子在着想 所以师长这里说 几个人肯回头 这个话我们是当机者 我们在境界当中 老阿上说的 放下控制的念头 放下要求指责的念头 放下对立的念头 拉回来 先反省自己 老阿上又说了 我最佩服老祖宗的八个字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为什么大臣佛法 在我们神座大地 大放异彩 发扬光大 因为老祖宗教的心法 跟大臣经典完全相应 你看 任言经修行的密解 回头 二十五大菩萨 都是回头 在念念回头 眼从射射尘回头 耳从深尘回头 鼻从香尘回头 六根接触六根接触六尘境界 要知道回头 不可以随尘流转 那就麻烦了 就是凡夫了 所以观世音菩萨 入流 往所 这四个字是重点 一般我们都是出流 这个六尘就是往外出去的了 它往内收了 往所呢 就是把能所放下 我们都是 有我 有你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都活在相对的一个状态里面 往内了 不见一法 离心别有 都是一体的 都是我的心线事变 所以我从根本下功夫 不干外面的境界 是我的心线事变 所以圣人没有别的能力 就是知道回头 念念回头 这一回头 任言经二十五元通 虽然末后特别强调 观世音菩萨 反文文字性 这文殊菩萨将二十五大菩萨修行法门 帮我们选一个最弃我们机的 文殊菩萨说的 此方真教体 亲近在英文 我们这个说婆界耳根最立 大家观察观察 你看我们的眼睛后面看不看得到 看不了 连左右两侧都不能看全面 再来呢 前面有一堵墙就挡住了 墙的另一面看不到 可是耳朵呢 耳听八方 后面也听得到 后面也听得到 隔墙有耳 也挡不了 所以耳朵的能力很强 是我们这个说婆界的特色 所以你仔细看看 哪一位菩萨不是用这个原理原则 都是回头 只是用的方法不一样 反文寻根 要转过来 转过来心就清净 转过来就是定 心清净了 心能够定下来了 那我们就举 观音菩萨 耳根原通章 跟我们念佛法门息息相关 下老有两句法语 大家要珍惜 这些法语不容易遇到 如平的宝 结果遇到了珍惜 就像贫穷的人遇到宝物一样 欢喜 改往修来 喜心意行 就照着这些教诲用功 改正自己 自然敢将 所愿则得 你一教奉行 自己境界提升了 业障消除了 佛事门中有求兵 求不到是有业障 以大事自都设六根之法门 大师菩萨是都设六根 修观世音 修观世音 反文自信 这功夫 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 这两大菩萨修行 我们的法门都在其中了 你看我们以大事之菩萨 怎么念佛 都设六根 静念相继 就在我们都设六根的时候 最重要的耳朵听得清楚 耳根最厉害 我们的耳朵一字一句 听清楚 当然你心里要念清楚 心念得清楚 口念得清楚 而且耳朵专注听 你其他五根就容易设回来 你看我们专注听佛号声 你的意念也不会想东想西 六根收设回来 修观世音 反文自信 这功夫 所以 念佛时一切莫管 字句分明 平平常常老实念句 一字一句 听得清清楚楚 听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那六根不向外 专注听佛号声 舍四根 舍四用根 这个四是分别执着 你用第一念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一切莫管 字句分明 平平常常老实念句 那认言经 舍四用根 的功夫 就在老实念佛 专注听佛号当中 就在修了 反文自信的功夫 那你会越念越相应 越念越欢喜 越念越想念 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期待 晚上八点到八点半念佛的时间 我是蛮期待的 今天晚上就有 抱歉 这个礼拜活动比较多 我只要晚上不讲课 不办事 我一定很enjoy 很享受 这半个小时的时光 好 当然 这半小时越念越想念 你就会延伸到其他的时间 行柱坐卧 穿衣吃饭 从朝至暮 从暮至朝 一句佛号不令间断 你照着老儿上说的就不难了 做事情 认真做 做完了 佛号就提起来 你会愿意这么做 不勉强 其实一个人能把事情处理好 他的心一定是没有放东西 所以 所以 这个我们格言别录里面有一段话 大家去感受感受 学者 一个学习的人 遇事不能应 你遇到一件事 不能从容 不能很恰当的回应 不能把它处理得很妥当 总是此心受病处 一定是你心上有毛病 你心很清静 你处理事恰到好处 就像老儿上说的 真心面对一切境界自自然然的 你看老儿上表演给我们看 人家问他什么问题 他心上没事很清静 谁问谁打 我跟着老儿上身边的时候 没看过他老人家 人家问他一个问题 让我想一想 我没有遇过 谁问谁打 就像镜子一样 清静 东方人来了 照得清清楚楚 走了 心里也没有留痕迹 印度人来了 照得清楚 走了也没留痕迹 用心如镜 真心的状态跟镜子相近 所以大家总结总结 过去的路 你处理事处理不好 是不是你本来心上就有事 结果一来 你有一点频道不能忙 无缝连接 脑子还在想刚刚的事 又一件事来了 所以只有练心法 没有练世法 什么是练心法 大药只是心中无一事 无一事 乃能事事 你心上随时没有事啊 一让你办事 你都硬得非常妥当 这老药上也表演给我们看 心地清静 问什么问题 都答得恰到好处 你心里面顾虑东顾虑西 你事处理不好的 你心里面顾虑东顾虑西 你是处理不好的 所以能做到这样 心是清静 恭敬的 那我们要心上没有事啊 我相信大家都很愿意 可是不容易啊 所以有一个方法 心上只放阿弥陀佛 因为这句佛号就是我们的真心啊 所以一不处理事了 赶快佛号提起来 才不会心里面一堆事在那里心烦意乱 影响你处理下一件事了 所以老药上这些教诲真管用啊 处理完佛号提起来 你真干了喔 你处理事的能力一定向上提升了 接着老药上讲 信心清静 庄严佛土 回向祭礼 庄严佛净土 用什么庄严 香花不能庄严 床帆不能庄严 那都是假的 清静心 庄严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条件如是 心静佛土静 那绝对不能说 你穿的是最贵的海青了 你就往生极乐世界了 不是喔 你心真清静了 就感应道交了 所以佛事啊 庄严在哪 有道风 有学风 依教奉行啊 这庄严啊 你盖着复利堂皇 佛事里面是非人我 一点都不庄严啊 一点都不庄严啊 所以有庙无道啊 不能兴教啊 不只庄严不了佛教啊 庄严不了极乐世界 可能会破坏佛门形象 所以这一段对我们很重要的提醒 我们用真心了 就有功德 就真正是庄严佛净土啊 所以经上讲的呢 我们能信得过 讲到什么呢 怎么往生的 不是普通条件去的 是因为一念清静 一念尽信 只要这一念就行了 若有众生助大成者 以清静心向无量寿 因为啊 你去哪里啊 是最后一念决定的 这一念是一念清静 一念尽信就行了 要在什么时候呢 这一念尽信啊 在什么时候 在往生的时候 那一念非常可贵 啊 这里又举例子了 我们也要学习 老和尚啊 讲经很会辟喻 一讲大家就知道 就好像我们开保险柜 对号马索啊 对号马索啊 一样 一下对中了 就打开了 在灵命中 那一刹那 一下相应啊 就得往生了 因为在灵命中那一念啊 我们没有把握 会不会相应 会不会清静 这个思考就很重要了 这个假如没有老和尚这样提醒教导啊 哇 我觉得有时候 人会照着自己的意思去想啊 哦 临终念佛就能往生了 那很简单啊 反正临终念就好了 用他自己的意思了 冷静冷静看了 现在临终几个人能念啊 假如都送到医院去哦 那弥留了就不好念哦 哦 所以平时要训练 平时念佛啊 就是训练 训练到啊 平时也清净 这个人就有把握了 他功夫成片了 平时就是清净了 就是定了 那他就往生的把握了 这个不难哦 念到功夫成片了 肯下功夫的人都达得到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人有自心求道 精进不止 会当刻骨 何愿不得 哦 那我们就要检查检查自己了 现在佛号的 现在佛号有没有越来越多 每一个月都越念越多 那我们离功夫成片了 就越来越近了 一生训练没有修到心定 没有修到清净了 那就真的要看缘分了 有祝缘了 当然海贤牢上有一个表法 也是在其免我们 他老人说我不用人家祝念 他表演的就是他自己有把握了 自己一个人敲着影庆 知道阿弥陀佛要来接他 就走了 好 就是提醒我们 不能依赖别人祝念 你这个依赖心一起 自己用功不够 临命中时头脑很清楚 有同修到有帮你祝念 祝念就是提醒你 所以祝念的功德利益最大 因为你互念好这个人 他在最关键的时候 提起念佛 他往生做佛 这个功德大了 当然他到极乐世界 铁定护持你 你祝他一臂之力了 他做阿维耶士菩萨 哪有不护念你的道理 关键的时候提醒你 他一下子觉悟过来 然后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这样就清净了 所以一句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这一念就相应了 因为他身心世界 因为他身心世界放下 他就往生了 说佛有一爱之不清 你对人事物还有贪爱留恋 临终被此爱所迁 所以都要放得下 身不能贪恋 包含受想行事 这些心理精神 这些心理精神 都要放得下 不要计较忍我 不要沾顾得失 不要意气用事感情用事 都要放得下 好 所以人在临命中时 最好嘉倾眷属都隔离 就是会让他起感情的 这个缘要尽量避免 不要让他看见了 看见了 亲情难舍 我们还没有完全放下 那这个缘一现就很难避免了 一念舍不得 舍不得就会想念了 哪个亲人我还没有看见了 就不愿意走 那就难了 心不清净就不能往生 念一辈子佛也不能往生 因为临终那一念不清净 所以这是关键的时候 好 所以印光祖师有临终三药 三个很重要的提醒 这个就是要帮助王者提起正念 帮助他求生净土 然后不要动他的感情 也不要去触碰到他的身体 因为断气之后啊 你灵魂要离开 我们说如身归脱壳 这四大分离啊 很不好说啊 你一碰他 他乘卫星一起就堕落下去了 所以这些关键的点 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深入 才能护好我们的亲人 最重要的时刻 这个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心上啊 不能对任何人有怨恨 我们高雄有一个女士啊 跟先生离婚了 后来遇到佛法 也很精静念佛啊 四十多岁得癌症了 可是他很精静 有某在念佛 在医院里面呢 也好多佛友啊 来助命 一生接一生 眼看呢 他就要去极乐世界了 这个生命到最快终了了 旁边又都在助念 他也自己在念 结果就在这一刻啊 他的前夫出现了 他的妹妹起了颠倒了 想说哎呀 我姐姐都要走了 找前夫来见最后一面吧 结果就走进病房 刚好对着他 他本来在那里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突然看到了 成恨心一起来 你去死 这句话一讲完 自己断气了 整个脸很难看啊 所以这一个事例说 这个妹妹啊 哎呀 坏了大事了 但根源在哪 根源在她自己没放下 这个源才会障碍她 所以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亲近心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一念佛 今天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我们一起念回向文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身极乐国 阿弥陀佛